首先要回覆一下網友 Sara Tink 說你有沒有主見 劉忍左過去 教主說什麼 我說什麼 就這樣說 就證明我跟教主在很多事物的看法差不多 教主說什麼什麼我都不知道 你以為我這幾天好又好 都閒聽網台和看報紙嗎 我聽這個文說 教主說什麼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聽這個文說 教主說什麼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聽這個文說 教主說什麼我都不知道 主要分開兩批一批人說 他們是關你什麼事 你不可以判斷 如果中華民國總統是國民黨做 台灣就玩完了 關你什麼事 這個就買台了 關你什麼事 韓國瑜作為一個高雄市長 他入到來 我聽這個文說 我不知道這些兒份 他是一個 他不是預先進入中聯辦的 好了 高雄市市長訪問香港 其中一個安排 據我所知 就是他自己定了行程 為什麼呢 如果他自己定了行程 陸委會一定有 他不可能自己定了行程 不通知陸委會 你明白嗎 你要知道別人的作業 他是地方行政首長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他是可以在香港接觸中共黨政的官員 是不受限制 但是 要申報 你不是這樣的意思嗎 是吧 但是如果你跟中共的黨政高層簽署協議那些 你要得到中央授權 這個法例寫得很清楚 你這群人知道嗎 你不知道 是中聯辦邀請他進去 我不管這一點 就算他進去 預算安排 又如何 那些人說去賣台 怎樣賣台 他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高雄市長 去賣台哪些人可以吵架他 我們可以吵架他 為什麼呢 我們正在反共 反共 反共也吵架他 但是現實上 真的可以吵架他 就是高雄的選民 或者日後台灣的選民 這個是由台灣人民去決定的 還有你記住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還有公投 間接民主 直接民主也有 是吧 如果高雄市市長韓國瑜 今次的 港澳大陸之行是賣台的 選民會吐氣的 明年如果選總統 他一定輸 對不對 對不對 簡單的道理 關你什麼事 是不是 等於台長說 他訪問大陸 就等於賣台 那關你什麼事 他賣台 這個是由高雄市的選民去決定 他是不是賣台 是不是 如果他會參選總統 他假若真的 他會參選總統 那些人覺得這個是賣台的行為 那如果那些人繼續選他呢 就是說那些人 兩樣東西 一是就不認為他這個是賣台 要不認為 要不認為 他賣台 我都要投他 我就要捅 那你真的沒有人負 所以我覺得那些朋友的爭招 是非常多餘的 但是我最想 觀察一點 是一定要說出來的 就是 我想你也看到 有人在馬來西亞里說過 就是當他夜訪中聯辦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那你媽媽 那你不是怎樣 那中聯辦要找他 那些人說 買生果 要不需要進去 那不是怎樣 即現實直接 難道說 我屌你媽媽 我來做生意 我貨要出去 人要進來 我屌你媽媽 王志民 難道這樣 是不是 因為他的口號 就是貨賣出去 人進來 高雄發大財 他向這個方向發展 那你去到 跟別人拿訂單 屌你媽媽 去到便說 屌你媽媽我反共的 屌你媽媽我中華民國 屌你媽媽 打倒共產國 屌你媽媽 屌你媽媽便白癡癡 我看見泛民主派 不論是歐樂軒 一群人 是出 是譴責他 說他作咒為虐 泛民主派 密會中聯辦無罪 台灣一位民選市長 官式訪問香港 跟中聯辦官員見面 就被你打成作咒為虐 這個很奇怪的邏輯 我覺得是 出賣台灣 你說普通香港人 都可以這樣說 你泛民主派 你憑什麼 你泛民主派 你自己都入中聯辦 或者去中聯辦酒會 你不要一聲跳到這裡 你不要一聲跳到這裡 首先 普通人可以這樣說 我都會笑他無知 你說我有權評論 你當然有權評論 因為你白癡癡 為什麼呢 他怎麼想賣台灣 不是你們說 我們說是台灣人說的 這個就買台 關你什麼事 請問 這個是由台灣人民去決定 好了 但是泛民主派 你當日是用什麼身份 其實 有些人這樣說 中聯辦 其實就只不過是一個 中國放在香港的聯絡 所謂 OK 以為中聯辦 就是中聯辦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聯絡辦事處 是正部級 這個部門 是屬於國務院 但是他另外一個身份 是中國共產黨 香港工作委員會 或者港澳工作委員會 現在澳門有 應該是香港工作委員會 主任是中央委員 這個是港 OK 他的職責 你上網看吧 他就是和國營企業 安排你 香港人 大陸做生意的 他們負責聯繫 這樣的 但是 他不務正業 搞香港政治 干預選舉 干預政府 干預立法機關 他是破壞一國兩制 韓國瑜進去 就是確認了 中聯辦的底份 是破壞了一國兩制 你說他安排韓國瑜訪問 中聯辦 可能是有意為台灣 一國兩制方案 製造氛圍 這個說法是錯的 這件事某一程度 好像說下去 恥恥恥恥 但是其實 韓國瑜 他不用理會 你香港人 和大陸的底份 他沒有需要理會 他現在就是來做生意 他就是要 扒你 扒你 最後那個結果是怎樣 等高雄人自己決定 但是你扒你了好不好 你竟然你泛民主派 或者甚至乎歐樂軒 那班 眾志那班人 朱凱席他們 說他這樣做就為虐 我真的扒了頭 扒你了 第一 他們和民進黨 韓國瑜這一點 我明白的 可不可以理解 如果是台灣的政界 扒你什麼 批判齊 陳芳安生 等人去美國 勾結外國勢 來破壞一國兩制 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是的 同樣的邏輯 是不是瘋了 你們這些人 其實不是的 沒有什麼聲音 要扮一下 然後又和民進黨 交代一下 你們是朋友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更加令人 你記不記得 當日是哪個 走進 中聯辦 嗯 是代表香港 走進中聯辦 如果你們說 這個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只不過是 大陸的一個國安典禮台 而已 為什麼要走進去 嗯 好了 你民主派 入中聯辦 我扒得你 撻皮 出賣 你賣港實錄 在選舉上打擾你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以台灣 以現在 以現在暫時 你看韓國瑜在台灣的聲勢 你是不明白 他是做什麼想都可以 嗯 他都是民調 全部領先來 最近十個民意調查 他都是排第一 那怎麼辦 你爭他 台灣人喜歡他 好了 你爭他影響不到他 台灣人爭他影響到他 是不是 當然還有國安民節 李登輝支持 都差很遠 都差很遠 那你說 看那個款 他應該是黃袍加薪的 但是 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是不是好事呢 那就看看那個 或者他現在最能夠得到 所謂台灣人的民心 跟他選高雄市長一樣 因為他不是精英政治 嗯 他是比較貼地 講什麼大家明白的 他們風格也有錢 我想說是怎樣的 台灣人 都能夠接受到 嗯 這些 樹人政治 其實他是國民黨人 是啊 例如台灣 我覺得有希望的地方 在哪裡呢 就是你政黨政治 開始衰敗 去年年底的選舉 已經可以反映到這個 到這個所謂 樹民政治的代表 這個韓國瑜的崛起 是不是 柯文哲 這些都是現在 在台灣 就是 普遍受到 就是 厭惡政黨政治的人的支持 那些人說 那些韓居都是國民黨 沒錯 他是國民黨 但是他一直都不是 國民黨的主流 一直都不是 國民黨的當勤派 那麼現在 國民黨需要他 那麼 這個是基於現實 政治現實 那個需要 其實就是這樣 香港人就接受不了 沒錯 真的 香港人就接受不了 台灣人也接受到 安民接接受到 一人救全黨的韓國瑜 就是香港 你不要說 他就說回民主黨 你不要說 你們說錯口 黃英文說錯口 就算再退一格 以前的人民力量 譬如說 劉家雄 他們都難接受 甚至乎老蕭 都難接受 整個不行的 不是的 一定就是要那一隻 范國威那一隻 甚至乎 甚至乎 梁珍應該就 我首先要回覆網友 那個Sarah Tink 說 你有沒有主見 劉林左過去 教主說什麼 我說什麼 那就這樣說 那就證明我跟教主 在很多事物的看法差不多 教主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以為我這幾天 我會想到 閒聽網台和看報紙嗎 我聽這句話說 教主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聽這句話說 教主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聽這句話說 我聽這句話說 教主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聽這句話說什麼 是